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红方也就是说的杭州队取得了领先 他们是一胜两平 对 第一场棋我们经济联队金波在大优的情况下未能突破对手 第二盘棋王天一战胜了赵电宇 第三盘棋赖旅凶和陆伟涛下成了核棋 对 就是第四盘 那现在等于这个江川呢 肩负着这个要拼扎的这个重任 对 他又是直后手 对 就是必须得要赢 才能为队打成平局 对 然后 黑方马八进七 所以这个任务呢有些艰巨 李炳贤呢应该说经过这几年的锤炼呢 棋翼呢 也是有了长足的这个进步 红方炮八平六 红方这个阵势就很稳 对 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尽管求变 我也不懂那些激烈的正面对攻的 还是跟你摆个阵型 对 像正好这个棋正常 是不是也应该走个马二进三啊 马二进一什么 他就是走一个炮八平六 他也不担心红方黑方九九平八 对 把他这边给拉住 这个棋呢 就是说红方呢 就是想刻意走 对 而且他呢 可能也怕这个 黑方在布局上呢 有工作的准备 对 他就是想走一个视角炮 然后跳个正嘛 对 这样的走法呢 就是说 他也确实地容易稳住局势 对 符合红方的战略意图 那黑方蒋川呢 就刻意求变 他都居于极易 对 他这个时候走了一步 就是觉得很吸引的走法 本来正常应该马上进三嘛 对 这个呢 就只能说特殊的 骑内要走特殊的打法 红方挑正马 可能红方也没有想到 黑方这个局势进行的 这么一个走法 对 黑方守累 局势进行四 这个反正想不想到也没关系 因为红方的架子呢 也是比较稳固 对 这主要是中局的战斗 平局 捉炮 黑方不像 像七星 这儿呢 就是说红方呢 他的这个右马也不好跳了 如果你支持 对方也具有拥霸 他以后还得马上进一这么跳 索性红方呢 他也不动了 红方走了一个局 一进一 他也是有点像模仿黑方这种走法 对 也是长了一个横须 这个阵型呢 双方都很像 都是长了一个局 都有这么一个 肋炮的这个弹子炮 对 双方在局形上呢 很像 那黑方就先跳边马 跳了个边马 因为这个马子早晚要跳 红方在局出类 也盯住他 走了一个局一平四 这个棋呢 一般来讲 黑方应该拱过棋足 把这个阵型呢 还是走得好一点 但是蒋川呢 现在也走不了那么细了 对 因为现在这个棋呢 棋局是非常平稳的 这个基调呢 已经定下来了 但是如果在平稳的局面当中呢 给对手呢 更多的一个测试 考验 对 他直接就选择一个局四进五 他先局四进五 他先把局点进来 他也准备要压马呀 将来有吃中兵啊 那红方对此也是不理 对 他也是走了一个局四进五 所以这个棋呢 当时我们看呢 确实是 觉得蒋川要想 强行突破是比较难的 但蒋川呢 确实呢 还是比较有经验 在这个 比较关键的场次呢 还是发挥了高水准 这个去年相加也是 我们对这个 内蒙古队 也是常规赛 对 这个第四场棋了 我们这个经济联队呢 亏了一份 但是蒋川硬硬的 就是后手棋呢 杀败了洪志 最终呢 锁定了这个胜局 双方打拼 追平了 所以蒋川呢 在这个 关键时候 有的时候还是 心态还是挺好 心理素质过硬 就说的 他还是有一些办法 毕竟经验 还是比较丰富 对 这个地方呢 就是黑方呢 就是通过 精心的这个策划呢 就是采用了一个 先弃后取的 这么一个战术 对 先 这感觉是 直接这个马就丢了 对 但是鸿方呢 如果要是稳一点的话 也可以不吃它 对 比如说也可以 先走过马路进士 先跳马 对 然后将来我十次进步 再补补 再把阵型巩固 也是没问题 对 黑方阵 鸿方阵型是挺牢固的 但是李炳贤呢 也是血气方刚的小伙子 你既然你的马敢给我吃 对 那我也不客气 我就先吃了你再说 看你到底有什么办法 当然吃了以后呢 暂时黑方也没有明显的手段 对 这个正好没有一个串打 因为这个八路鞠还吃这个二路炮 串打就一点迎起的几乎都有 就是一个大的一个简化交换 转化完了 黑方的形势还落后 对 黑方这个一路编马还比较重 对 所以黑方呢 这个时候呢 就是他先气一个蛋 然后他又走炮平寺 对 这步棋还是挺巧的 对 正好你不能换子 他炮六瓶四又打狙 对 这八路鞠又吃这个二路炮 对 所以红方当时也就 是不是也只能选择马尔金四 对 这也是比较稳妥的这个走法 对 因为感觉如果要追着试的话 换掉你炮水瓶就打过来 这一吃 他这个狙比较厉害 对 他将来有沙中兵 有鞠子瓶三 对 所以红方呢 这个时候马尔金四 来保这个双炮呢 这个是比较合理的走法 对 那黑方这个时候 仍然不能用六路炮 对 去闪击 六路炮一走 这个还是个炮四镜 炮四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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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地方呢 确实呢 黑方这个构思还是不错的 对 就是在这个看起来非常平稳的局面下呢 这个通过精心的这个计划呢 设计出一个可以这个考验对手的这么一种方案 对 他这个这个又是在这个比分落后的形势下 又七个子 还是真是意高人胆大 对 然后接下来黑方 走入聚八进八捉马 对捉马 这个蚂蚁没办法逃了正好 这个溜溜炮还丢 马斯坚二就四镜一了 那丢子了 他只能 他选择了这个聚八进一 看着 这招棋呢 也还可以 像正好这种 他正好十四镜五补不了 是吧 你十四十六都一样 他聚八平六 对 吃掉 然后你炮六镜他居四平三 压马 或者黑方足以进也行 对 就是说 相比之下呢 当然补室也比较稳 对 你一吃马尔 在炮六镜也是可以 但是 他临场当中呢 他觉得这个棋会纠缠 对 他选择聚八进一 先保住 他想着你聚四进一吃 我就马斯坚六登上来 那黑方这个棋就很难赢了 就很平淡的一个棋局 而且红方好 红方的位置呢 他舒展了 你一吃他登 你一吃他马尔七六 对 红方只还多个三兵呢 对 这中兵也要丢 对 所以说这个棋 黑方肯定不能聚四进一吃 但是现在丢个子啊 丢个子 那你不吃回来 也没有 没看出什么明显的招法 对 这个时候就说 这很关键的一个局面下 在看似很平淡的时候呢 就黑方突然呢 出现了一个 炮打底式的这个胸招 是 这个棋可能是红方呢 开始呢 没有预料到的 对 等于走出这招以后呢 这个年轻的小将呢 李炳贤呢 就受到了这个考验 对 这个到底怎么走 当时呢 我们这个队员呢 也都在 在一起这个观战 也在分析 这个棋 后来这个 广东队的许云川呀 还有这个郑维彤 我们吃晚饭的时候 碰到了 后来郑维彤就说 说这个棋呀 就是应该 舔掉 就直接 帅五平四 把炮吃掉 他说也没什么齐呀 这个郑维彤说 但是一般都不敢 这么走 林场呢 对 这个红方可能 有更多的担心 他是更希望 能够简化大子 对 结果就错失了 这个战绩 我们看看初帅 郑维彤这也说 应该走初帅 关键这个 这么压力 这么大的情况下 这个老将这个出来了 这个正好 他呢 可能有点静电 对 他这么吃炮 直接就把炮吃了 那黑方呢 黑方少俩子了 只有巨八平七 对 如果你初帅的话 他进降了 你等于你没走齐 巨八平七 这是一个杀招 红方只能进帅 对 我们看看 这儿的这个变化 帅色变五 你就放在那这也行 对 然后他举起锦一将 对 他进帅 他这个 有的时候 这个棋盘呢 他有这个静电 对 他真帅 他巨七金一一将 然后 相帅 帅五金一 黑方 巨四金一 这个雷炮 这要把炮吃回来 然后红方 巨八吉 这小郑也是说 应该巨八金一 巨八金一这样看住 这个马不能跳 跳这个敌势丢了 那不能跳 那就绝杀了 巨八金一 这个棋呢 就是说走到这儿 红方 应该说是不怕 但是黑方 黑方有几种走法 我们来看一下 黑方第一个就是 居七退一 居七退一 对 下步出将 对 第一个就是说的 他先把这马吊住 红方呢 就只能退居了 这个毫无疑问了 退居 黑方也只能退居 巨三 巨四对三 对 红方这个是巨大平的守住 这么守 黑方在足一进一 足一进一 这个棋 红方呢 不怕 他毕竟呢 先多了一个大子 对 而且这个地方呢 黑方没有办法去进攻 对 最多你就把这马吃回来 是 这个居守住这个 泪马了 这个居暂时也吃不到 这个 吃不到 嗯 红方这个 双居双马 防守还是挺好 那巨七退一 这个变化可能 另外还有个退居 直接巨四退三 对 这样你再巨三退三 就来不及了 擦线战类 对 可以巨四平六 下部巨七退一 对 这个地方呢 红方马斯坚二 倒是不一定敢 因为他巨七平八 这个地方有一点孤单 对 马斯坚二 巨七平八一 那这些红方比较实惠的 就巨三平二 对 巨三平二 下部准备退居 来保马 那巨四平六的话 你只好有个退二入居 对 黑方只能巨七退一 这个地方红方有两种方案 都会解 对 一个是 当然是退这个居 比较稳的 走巨八退一 巨八退一 是僵 巨二 巨二能不能僵一阵 对 现在僵 僵 它是不是落相 因为它要落势的话 落势 以后老将出不来了 没有接力的这个作用 这儿如果走巨八退一 这时候再巨八退一 那它巨四平六 巨四平六的时候 按您的说法 巨八退一 巨四平六是不是有个 下降 对 也没事 对 你这个巨七进一将 我再上来 好像也没有用 对 就是大不了把点吃回来 我将来 总之我这个巨二退八 退九 有这两个防守点 这期红方也 也不差 可能是黑方把那个狮子 给吃回来 但是这个攻势就 除了巨八退一 就是红方还一个 比较简单的这个走法 就是它直接退到底线 巨二退九 就是我这个子呢 我认丢 巨四平六 就巨二平四 对 巨二平四这么看着 以后可以 帅五退一 这样子防守 反正你就是大不了 就是把我这个子吃 这个气盘有经验 对 降五平六的话 这样也可以下个降 是吧 对 先下个帅 先下个帅 这个棋呢 主要黑方呢 虽然说多一个市 我们百百都行 对 虽然你黑方多一个市 但红方这个编码 一时半会跳上来 这个编码出不来 可能也不太好迎齐 这个新年书基本均水 但是这个 这么变化还是挺复杂 有点绕 对 对红方有一个很大的考验 对 红方可能啊 对这路变化呢 他没有去 深刻地去计算 就总是想着 缺个市被黑方两个居 这个这么一个 确实怕双居嘛 对 这一个杀法觉得挺 他也有比较多的顾忌 所以说这个 压力还挺大 年轻的选手呢 也是在成长当中呢 还要走一些 吃亏的棋 那他走的 实战走的法还是挺巧的 实战呢 就是说的 他等于是 红方呢 就是出现了一个 这个 走入了一个 歧途吧 是不是一个误区啊 对 看错 认识上肯定是一个 有问题 他都抛六退一 但是他这个招法 看着也是挺 精巧的 就这个棋呢 滑而不实 对对方这吃 反而这个心情呢 大坏 对 一吃 我就想着 我不是又打鞠 又吃炮 对 你这鞠一走开 我试五推四一吃炮 对 这看着挺巧的 这个棋 如果黑方逃鞠的话 红方就 对 肯定是胜定了 白吃一个炮 将来炮六退一再一守 对 这个棋就彻底守好了 这样多子优势了 对 他是不是考虑到 他以为是他逃炮 你吃了鞠四进一 他算这个棋 对 然后准备这个 多一个子 但是少一时一项 那个鞠四进一这么住 然后吃着像 对 但是黑方呢 有比逃鞠更好的棋 这个时候黑方就 果断地走鞠四进二 把你这个炮砍掉 这个可能是 红方没有预料到的 对 他就先走了一个炮六瓶七 先一打 以后有一个鞠四进二 他是先砍 先砍吧 对 先炮六瓶七 他先炮六瓶七了 这里大家可以来看一看 这个棋啊 黑方是怎么 就是化解红方 这个不是打鞠 又吃炮的这么一个手段 他先这个打 如果你红方接受打鞠呢 他炮打回去 对 这儿等于黑方呢 净多一个事 红方呢 从心理上来讲呢 也不愿意这个承受 对 这个打鞠后面 还有很妙的这个应手 然后这个 大家也来看一下 这个棋局 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 这个棋局呢 也是到了关键的地方 那么双方是如何 这个实战的 我们稍后呢 再为大家呢 继续讲解 好 各位亲友 欢迎您继续回来 我们继续呢 给大家讲解 这盘棋的这个 中局战斗的这个局面 黑方一打鞠 红方呢 实战呢 他又走了一个 鞠三退三 这又是连续的错棋 对 但是他这也挺犹豫 他想着 我就退回来 你要把我去打掉 我家炮六坪四 再这么吃掉 他是想把这个位置 走好一点 对 但实际上呢 这个没有任何的积极翼 他想着他还要 捉着你这个炮 对 这个地方呢 就是红方呢 应该走鞠三坪翼 嗯 那黑方如果逃鞠 这个炮就丢了 黑方肯定不能逃了 对 他也只能鞠四坚 是吧 嗯 鞠四坚二 砍炮 他吃掉 黑方再出帅 这是一个叫杀 正好可以这个 事物推六回来 嗯 黑方只能去吃 这还是把则吃回来 但是红方的位置还不错 就可以把这个炮落掉 嗯 黑方鞠四退一 或鞠四退二 退一或退二吧 就是说这个都可以 嗯 就这个局面呢 红方基本上是利于不败 嗯 因为他可以一将 再吃兵 他先吃老兵 黑方的这个老将位置 也还得调整 对 所以说这个旗呢 形势呢 应该说红方呢 基本上啊 也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这个就接连呢 在细微的地方呢 等于红方还是没有处理好 对 就为后来的作战呢 带来了巨大的难度 他等于是 走到这的时候呢 他是走巨增退三了 嗯 结果被对方 鞠四这样砍炮 嗯 黑方呢 就是通过这个转化呢 形势呢 一下取得了这个优势 对 巨八瓶六吃掉 之后他再降五瓶六 这是一个杀粥 对 这就不一样 因为你如果这时候再 在退市的话 他可以巨浆 然后炮把这个巨打掉 退市不行 退市丢子 对 同方只能去阳市 对 阳市 然后这又在居六瓶四吃鞠 黑方把这个鞠 打着这个鞠呢 对 红方还 红方这个 还只能这个下午退三 直炮 嗯 黑方 接下来鞠四瓶三 鞠四瓶三 其实这个棋呢 我们临场看的时候 觉得红方这个棋呢 对 他也不好输 是 就是这个棋 无论如果红方 应该走退卧西马 对 先把这个底项保住 嗯 这个局面 黑方要想赢呢 也着实呢 比较困难 如果你鞠三推二 嗯 我 我可以 鞠三瓶五 那鞠三瓶一吃兵 那我就把你中文组吃掉 对 这个棋等于变成 红方多一个兵 黑方多一个市 黑方尽管是 不错 嗯 还是有个漫长的战斗 但是要想取胜呢 嗯 还比较艰苦 对 就是他现在少一个市 他就 就这个棋呢 黑方无论如何 应该走马旗却武 对 这个我想可能是 这个红方回去 也是非常 这个后悔的一种做法 他直接就冲动了 马就冲上来了 对 他可能当时觉得 黑方这个马慢 对 红方这个鞠马 能形成有效的进攻 实际上这个棋呢 丢了像以后 红方这个形势 就更加的危险 对 他就实战就是 一僵 僵 黑方又在这僵了两局 对 僵了两局 最终还是把像直接吃掉 把像吃掉 聚酸平气 这儿我们看到 就是红方呢 这个视像已经被摧毁了 对 就剩一个视了 所以这个局变呢 就是很危险 红方也是想加快速度 有没有一些反击的机会 黑方 足以进一 足以进一 他是这么僵一局 僵 然后僵六平五 然后他回马 马三对四 下部准备 马四季下 也确实有些起 这个地方啊 黑方走了一个15斤六 也是可以 对 此外这招起也非常不错 也可以走狙击平六 狙击平六 对 就拖住红方 好 黑方实战走15斤六 也是可以 这个地方呢 就是说作为红方来讲啊 他就比较 难以抉择了 对 马四季二这个路也没有什么用 黑方正好十四季五 黑方呢 这个正所谓这个枝杰鸟士 不怕马来讲 但红方最有效的还是应该先绝三平二 那黑方可能也还得十四季五补一手 那可以江义军在马四季二 在马四季二 这儿呢 红方有些先手会抢 对 就是说最顽强的红方应该就三平二 是 而时代当中呢 他走了一个 他先出帅 这个又是动作满了 被黑方不适 正好是个 正好先补一手 对 等于黑方呢 逐步呢 把自己的阵型呢 巩固以后呢 红方这个枝 只要没有更多的进攻手段呢 黑方将迎来呢 这个比较光明的这个残局 对 马一进二 红方这个时候去叫江了 对 这个可能比刚刚那个局面 稍微慢一排 对啊 他只好马四季二 再跳 他可以马上去四回来 对 这招棋是一个好戏 对 这招棋呢 这个当然前面呢 黑方还有多次这个叫江 我们就余略不百了 因为就是双方呢 这个时间都比较紧张 是 黑方也在利用呢 这个机会呢 通过叫江呢 来凑一些这个有效的部署 对 增加一些时间 嗯 走到这呢 我们看到了这个就等于黑方呢 就说等于残局呢 这个步入了盛世 对 正好是这个马四季三也是个先手 所以这盘棋呢 就是说双方这个 开局阶段呢 到比较正常 比较平稳 对 中局呢 在细节的把握上呢 这个 这个 黎炳贤呢 还是犯了一些错误 给了对方一些机会 对 而是蒋川呢 能够顶住压力 最终呢 设计出这么一个精巧的构思呢 应该说也确实呢 实战中非常的不错 那么走到这儿 红方呢 就看没有办法了 就是说 攻守失聚 对 他就跳马将军 也没法进攻 也更无法防守 因为他感觉退居 再退回来 被对方把兵什么都吃掉了 这个其实早晚也要输 还是很难这个防守 正好诗相没了 所以 跟残弦呢 也就是说的不理了 嗯 那么今年这个杭州环境队呢 实力也是不错 对 他有这个王天一 赵金城 还有赖里兄 对 越南的这个外援 真正的外援 赖里兄 越南第一高手 还有这个张斌 还有这个李命贤 应该说 他们整体上来看呢 也是具备了这个 冲击优秀名次的 这个综合实力 对 八轮期过后呢 他们现在是 目前排在第六位 嗯 八轮过后呢 我们北京威凯 这个 还有这个金融建设的 经济联队呢 排在第五位 浙江队 排在第三位 对 内阮本排在第一 然后剩下就是 广东碧桂园 是战类第二 第四位 应该是江苏队 江苏队 嗯 所以说今年的 这个前几名呢 特别是要想进入 这个前六名的季后赛呢 确实还有一番激烈的争夺 对 因为大家比分都比较接近 对 实力呢 也是比较接近 嗯 那么走到这儿 黑方呢 就是果断地决定的 直接进攻嘛 对 直接马四进三 吃兵 红方虽然吃掉 对方一个势 但是 整体来看呢 黑方却比较安全 子律位置上 黑方是更好一些 出架 嗯 红方退局 装马 叫啥 对 居二推死 它正好这是带姜 这个旗啊 登中兵呢 它实在是登中兵 嗯 实际上这里 黑方最好的应该是 进马 姜 直接进马姜 嗯 这个旗就是黑方呢 这个地方都不用吃兵 嗯 就能形成这个杀旗 红方只能上帅是吧 对 然后再马四推二 对 嗯 退马正好是 解杀反杀 防止这个 这个居二平六的杀法 也有马二进三的 这个 红方只能退市吗 对 只能退市 黑方再退居 这一次 又是杀旗 马二进三把那握死 对 马二进三 红方只能居二平七 对 居二平七防守 黑方呢 就居一僵 你只能再出来 正好是带僵吃子 黑方呢 再一僵 嗯 他可以把居吃掉 这个鸡不用吃嘛 哇 他就算你拱居 先拱居 对 你这个居欺负你 不能横着走 横着走就僵死 对 他只能往回退 退底线 他退底线吧 黑方呢 黑方呢 有一个抽居的手段 拱马推四 对 你只能出帅 他居六平四 再这么一僵 对 这个就简单了 你一进帅 他居四平三 一僵 居四平三 这个 把居抽掉了 车马冷招啊 对 就是说 当然这个是最精确的走法 黑方可以速胜 对 但蒋川那个实战走法呢 也是可以的 就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之所以 给大家摆出来呢 就是大家又可以 通过这个局例呢 了解一个居马 冷招的这种杀法 对 所以这个少试相啊 这个居马冷招 就能运用出来 对 马三进四 居七推 马四推二 这个是非常好的手段 实战当中 黑方也可以 他选择的是 马三进五将 对 那红方只能进帅 嗯 再马五进三 黑方又只能在初帅 对 然后选择了一个居七平五 嗯 黑方这个地方呢 又上下僵了几局 反正凑凑时间 黑方这个居七平五 最终是 走篡位居 这也是一个 比较典型的杀法 准备马三退五 这个棋最早 红方痛苦的是 没有办法去反击 黑方的位置都站好了 对 黑方是一边进攻 一边积极防御 对 这个马带僵的时候 正好防止居二平六 这个点 红方这个棋 所以说只有束手带臂了 对 只有落势 送一个试 这个棋盘有的时候 那个点的 点到最灵活的部位 对 然后 杀 杀一僵 然后下摔 对 好 下摔 然后他正好有个 他走了一个居 推二 其实这个棋 居五平漆也很厉害 直接平开 直接平这 这个反正都行吧 最主要这个棋 红方呢 他也不知道怎么守 对 而且红方这个 居马也没有攻势 对 这个居二这样点 这个更厉害 他是居七一 马三退五 马五进七 这是连杀 对 这有一个僵的棋 这个棋 我们看 如果我们再给大家 演示一下这个居马冷招 对 黑方就僵 你说只能上帅 对 然后马三退五 他马三退五 你上将就 居七退二僵死 对 只能进来 然后黑方再马五进七 正好这个 丝路将 手足了这一条线 你上帅 将两军 把马就扣掉 对 所以他居五平七 居五平七更厉害 但是呢 当时的运动员呢 也比较累了 下到这个地方 黑方就比较简单 走居五圈 对 这也是可以的 就说 正所谓迎期不到事 对 我只要能够顺利地把 这个残局当中呢 把握住最终的胜利 对 这样也就可以了 可能更稳一些 他这么想 他是居二平四 居二平四 他守住 然后他就不适 他正好 失漏镜 把这个 红方这个 视角马 给赶走 红方 马斯推二 马斯推二 有这个子不好点 点中间点 马斯推二 马斯推二以后呢 黑方也就 就居五平七 直接就吃兵 黑方居五平七 再吃 主要黑方这个 又有多兵啊 这个是 红方视角也没了 所以这个防守很困难 他走过居四间 然后他走了个足三进一 然后他 最终的结果 我们给大家摆出来吧 他又居四进二 对 然后正好有个马三退五 对 杀齐 红方近帅 对 近帅 然后有个马五进七 这个是没法防守 对 他利用这个点呢 下部居居五就僵死了 对 这就绝杀了 这盘棋呢 应该说这个 最终的这个蒋川呢 列网狂澜 对 而为这个 经济连队呢 取得了关键的 这一分 最终两队打平 对 应该说 这盘棋呢 两个人也斗智斗勇 好 各位朋友 非常感谢您 今天的这个收看 也希望大家呢 继续关注我们的相机节目 继续关注 全国相机联赛 朋友们再见